莫名其妙了 前面沒有耶 跟富二代一樣 想怎樣就怎樣 隨心所欲 為什麼要這樣 我不知道 隨心所欲 想怎樣就怎樣 哇 你這麼賣 不是啊 真的隨心所欲耶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你要賣多少 看到沒有 Posha 我有一個朋友啊 總是拿個手拿包 戴個太陽眼鏡 穿個兜兜鞋 開著抬抗 力靈有沒有 手拿包 兜兜鞋 Posha哥就是我 保持力靈啊 保持力靈 保持身份地位 應該叫他來孤嘛對不對 對啊 怎麼會叫我孤咧 啊 我忘記了 他有錢人嘛 有錢人沒買二手車的 二手車讓我們這些這個 窮人 啊 忘記你富二代吼 啊 抱歉 抱歉 失敬失敬 怎麼我周遭都是不是Posha哥這種 就富二代這種的 我怎麼受得了 好啦 看一下 這個是九八七啊 九八七第三號啦 在哪裡 八七在哪 九八七 六五四三二一 沒有 它車型啦 哦 是喔 這叫九八七啦 之前我們孤的那個 被我烤成叮噹藍的那一台有沒有 棚子還在那邊 那你看 藍色貨櫃上面有沒有看到 那個叮噹藍的棚子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是那個 荷包蛋的嘛 那是舊款的 這是下一代的 新款的Buster 2010年的 改款成2900 我之前的那一代應該是986 那一代就是有2700 跟S的 3.2的 改款之後改成PDK變速箱 PDK你知道嗎 換檔快速啦 快更快喔 修起來花錢也是更快速啦 有好有壞耶 有人喜歡新的 有人喜歡舊的 講一個狀況 你一定會有那種既視感 當一台車改款的時候有沒有 就會有一些舊車主說 改的好醜 我覺得還是我那一代 看起來比較順眼 這個新款的 有什麼什麼的問題 我們舊款的都沒有 這個改的好像沒改啦 舊款的要大賣 如果你是買新款的 舊款的這個沒有後座出風口 開起來太喘了 新款的這個底盤有改過了 我覺得開起來比較不會暈車 當你是新款的 你就會說舊款的不好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類似這種發言 之前魯素燈現在LED帥多了 對類似這種的有沒有 舊款買新款都是韭菜啦 我有問過很多車主啦 剛才也是差不多類似這樣 有時候我PDK好開很多啦 換檔快很多啦 舊款的車主啊 結果說PDK很厲害 很難受理的啦 真的我都聽過 今天估這台就是PDK的 2900cc沒有S的 一般的Buster 不過這一台你看 這是玫瑰啊 玫瑰的好不好 這個是國外置辦帶回的 不是總代理啊 不是總代理 其實總代理也沒差 都這個年紀了 你壞了回去他也不理你 你新的回去他都不見得理你了 哈哈哈哈 搞不好給你尿小尿屁啊 你換個Mark說 本來你黑白標改成彩標 你有換過Mark不保庫有沒有可能 沒有我不知道我亂講 哈哈哈哈 以上存儲假設 公堂之上假設犯了什麼 兩巴掌充軍 哈哈哈哈 都給你兩下算送的 好啦這台呢是車主在國外買新車 帶回國內的 現在請我們幫他顧 我跟你講這個車主很有淵源 我們先看完車 我再跟大家講淵源在哪裡 先看一下外觀啦 首先就看到這邊 不過這支蠟打一打會掉啦 這有一點小小積灰塵 哇這個貼紙有點裂開了 屁股好像沒什麼變 屁股跟舊款的差不多 其實大部分都差不多啊 只有車頭不太一樣而已 就這個燈稍微改的 比較接近現代化一點 欸外表沒什麼傷欸 外表看起來不錯 棚子看起來也不錯 這個都停車庫的啦 這棚子關起來是這樣 真的假的 那是正常的嗎 看另外一邊才知道 欸好像是欸 喔真的欸 它怎麼會壓到這邊 然後超過它 然後又壓進去 要嘛就全部壓裡面 要嘛就全部在外面 對不對 很奇怪 看一下輪胎好不好 哇 P10你看 P0欸 很感慨欸 二年了欸 還滿新的啦 輪胎很重要欸 很重要 很重要 尤其經過新電路段 哇操 輪胎又更重要啦 你知道嗎 啊待那個 輪胎那個啊 有人跟我講說 如果啊你車身比重 是50比50 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心裡想 它直直開跟車身比重 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又不是轉彎 對啊 要不是開三路 一滴滴滴 對 台北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後面兩千五千塊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流行也是滿有趣的 好啦 那個輪胎很重要 很重要 大家行車平安啦 欸 鬼月來了 大家你要注意行車 我知道 不是 好險阿呆在那個鬼月之前 沙都已經擋掉了 如果他是在鬼月的時候 我就沒辦法在那邊笑嘻嘻喝咖啡了 喝美式咖啡 很好喝 所以好險這個美式平安回家最好 你要小心一點 前世紀有那麼多應得 今生來當富二代 我怕你好運都用掉了 你小心一點 後期又轉到這裡來 好啦來啦 輪胎胎皮還不錯啦 然後這個輪框 你看他是黑白標 黑白標 我們也買Posh 我們就彩色標 對啊 我們去淘寶買的 連鏡都沒有切胸耶 有啦這裡啦 你怎麼會看 那天我的Posh連鏡才切胸 起到要看板件啊 這要怎麼看 你問我 一樣啊看這個啊 看螺絲啊 這裡啊 要看中間啊 星星的裡面啊 這也是看星星裡面 星星啊 啊這個 你開了什麼 怕人被關在這裡啊 美國車都會有 美國的後車廂規定要 裡面要有一個拉扁 真的喔 對啊你被關在裡面 你可以拉開啊 啊其他國家沒有 其他國家沒有硬性規定 就像日本好像有 硬性規定要滅火器 啊台灣有硬性規定什麼 現在是 反光背心 反光背心 啊我們有賣 有蝦皮連結在下面 你是要Cue我這個嗎 也不是啊 不是在Cue我這個 還是要Cue我們那個芳香劑 來放這邊 欸不行啦 我們那個芳香劑 是銀離紙是除臭 不能放車上會爆炸 要放車上啊 很好用啊 一噴 買鹽酥雞買完 哇沒味 有時候褲子 內褲悶太久 蝦啊味你知道嗎 蝦頭你如果放一天 炒車炒車 那真的有蝦啊味啊 你知道嗎 要不然你等一下開車 載一個馬子 蝦啊味這樣飄出來 你真的有一個蝦子的味道 你是很喜歡釣蝦是不是 老闆沒蝦 韓式沒蝦 這樣子在這裡啦 輕輕噴霧 避免尷尬嘛 青春那間走向去 像世界說神早晚 好不好 會胸膏 噢不是不是 不能噴嘴巴 保持空氣清新 嗯 好不好 請到下面的連結 我們會放在說明欄 工商結束我們繼續好不好 哦 好 啊 美國就是有這個啦 可能綁架比較多啦 所以他們都有規定裡面就是要 可以脫困 第一件事情哦 你可以把一個活的人塞在這個地方嗎 第二件事情哦 如果是活的人塞在裡面 他這樣一打開以後裡面開車就看不到路了 哈哈 就撞車了 對耶 撞個撞個五千塊耶 我覺得也是很不Smart 前面沒事啦 好 反見 保持節的折線就都沒有封膠了 我之前不是說折進來都會有封膠 保持節是沒有封膠的 這個沒有什麼正確 不正確啦 好每一家車廠的製程不一樣 保持節就是沒有 Pier Yes very good 沒有問題 後車廂也可以開後車廂在這邊 後面也有點桿耶 你看後面有這個你看 有沒有 這個也可以脫 只要有車廂 只要能藏私底就一定要做把手 這個有封膠耶 莫名其妙了 前面沒有耶 然後門也沒有耶 後面有 跟富二代一樣想怎樣就怎樣 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 想怎樣就怎樣 浪漫 對啊你看螺絲沒轉過啊 好 焊點 1點 2點 3點 3點 4點 4點 這邊也有 好 啊這是封膠 而且啊 它這封膠偏軟耶 它這封膠好像實力控喔 剛按的時候我想說幹 是不是中槍 那這是換過 其實不是啊 螺絲都沒轉怎麼會換過 啊這什麼 油壺跟馬德里 是不是 不是馬德里啊 油壺跟水壺啊 它引擎到後面啊 啊這個電動不會是辣嗎 電動尾翼啊 哎呦 欸這很特別耶 我現在發現 它椅背是電動的 其他地方是手擋 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知道 隨心所欲 想怎樣就怎樣 想怎樣就怎樣 森巴 森巴 看內裝 副駕駛就先看啦 我剛剛其實已經看到一些瑕疵了 你看 你看這種老車就是所以我這樣 我前一台這樣 你看這邊都掉漆了 有沒有 這邊都掉漆啊 這邊一定是被這個 安全帶磨的 你看 它這裡都環保材質 要摸一點黏黏的 這邊也掉漆啊 我跟你講啦 保時捷有點黏分的車 尿內裝就對了 外觀尿不到啊 內裝一定尿的 你再怎麼小心用 一定都會這樣 年紀一到尾就是會這樣 門板很漂亮 這是選配的 BOSS BASS 這個沒掉漆也不簡單 就椅子旁邊掉漆啊 看駕駛座 這邊也是看一樣地方 我覺得這邊使用程度一定更大 你看 這邊掉漆更誇張 欸真的啊 這邊連這個防滾龍這邊都掉漆了 安全氣囊蓋這邊也全部都掉漆了 發動一下開一個棚好了 你覺得 搞不好一樣 欸落塞棚不會開 咬個屁啦 那修理棚的殘質 都超過這台車的殘質 喔 不好意思 不錯吧 我還記得它在左邊 你可是車主捏 滾 欸 掉漆 對啊都掉漆 這邊呢 它這邊有一些使用很多 都會黏黏的 都會喔 時間到都會黏 來 好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嘛 Place嘛 Place嘛 這樣嘛 自己手動 阿開嘛 阿過來咧 按鈕在這裡 叫按鈕嘛 好 我要看看 好了咧 好了咧 阿為什麼沒有東提醒我 它隨心所欲阿 跑49,49152 而且阿你看它是跑MPH Mile Per Hour PTK半檔快波 大燈這邊也掉漆 跑49就掉漆了 都英文的啦 那這個也差SIM卡 那不是頭前進去會唱歌喔 不是啦 這個是玫瑰啦 他們自己帶回來的 它是有藍牙 還有MAP 不過它這個MAP 可能是Miami的會不會 在海外呢 完全定位不到啊 你在藍色的地方 在哪 百慕達三角洲 可是它的那些字都沒有掉耶 如果回來以後 從來沒按過啊 用不了啊 你看它在這邊怎麼用 爛死了 有AUX 但AUX在哪裡 喔在這 這不是它電話的嗎 那這裡還是什麼 是杯架啊 不是喔 好像是CD耶 杯架在這 喔杯架對啦 有兩個 唉唷 好怕它斷掉喔 把它用斷 欸這設計有點爛 喔 這個阻尼感很強耶 這要關有點關不太起來 看它的扣子 滿有質感的 金屬 法師姐 搞不清楚狀況 沒有電折或照鏡啦 你美規車啊 美國人啊 美規車都好轉啊 兩幅而已啊 有啊 四幅啊 但是它往後的距離很短啊 把它對比成小雞雞的話 就是膨脹係數很低啊 膨脹前嘛 膨脹後 有脹但不多 有脹但不多 對 然後有定速啦 方向盤控制 沒什麼啊 其實整體椅子還不錯啦 那這邊就是 都是一些環保材質 你看很煩 這都已經有一點光滑了 燈一打下去就有點亮面 方向盤也是啊 雖然它開不多 但是 燈找下去就有點亮面 欸這個里程耶 怎樣 感覺不準是不是 跟那個方向盤搭不起來 我跟你講過了 如果調錶的話 方向盤 它就背好了 所以會讓你看到亮亮的 我覺得 八層沒調錶 欲蓋迷髒啊 它如果調錶 它這個會順便用 保時捷是真的很容易脫漆啦 所以我在開台康的時候 我都這樣轉圈圈 我就差沒有戴白手套的東西 欸它里程是英里還是公里 賣喔 賣喔 那五萬mine 九萬公里 提醒我了 我還差點忘了 我還以為它是五萬公里 欸不對喔 它這裡是KM耶 到底是要用工字來應製成 哇你這麼賣喔 不是啊 真的隨心所欲耶 就想怎樣就怎樣 你看它這邊 數字顯示是KMH 然後這個當位也是KMH 就是小計嘛 啊 時速表是賣喔 那這應該是公里啦 它有可能是跟著這個啦 我在猜啦 不然我會調嗎 考驗你的英文能力啊 不是啊 我要怎麼去調單位啦 喔 UNIT SPEED MAT 哇唷 店里 KMH 還是MIRUS MIRUS 只有三萬 看到沒有 哇唷 馬上變了 我如果變成KM 它馬上就跳四萬九嘛 所以它是可以調 不是它隨心所欲 所以我以後如果看美國吃飯 搞不清楚 102MI是幾公里 我就在這邊換算就好 把它調成MI 然後我開到101 那我就知道是多少公里了對不對 不虧是老闆很聰明 保實節保實力 那這哪 TEMPLANCHU 要用度F還是度C 不是TEMPLANCHU TEMPLANCHU是寺廟喔 TEMPLANCHU是溫度 TEMPLANCHU TEMPLANCHU 給我一個TEMPLANCHU 給我TEMPLANCHU 是那個 好啦大概就這樣好不好 所以這個我們再次的確定 沒有被騙了 這車就這樣啊 什麼好看的 你看這裡這樣 我跟你講這大名是腳踢到的 對 因為我剛差一點踢到 腳 你看 它這上面也會亮 它魯素 全部都魯素 這魯素 魯素去拜訪諸葛孔明 哎呀哎呀 諸葛先生你好 魯大人您好 那請問魯夫人呢 魯夫人在偉大的航道上 寶石捷的巴士是能讓你最接近 寶石捷的一台車 之一啦 還有另外一台車也能接近凱燕 大西西數的也是二手車價便宜的 不要不要的 那馬桿沒有 馬桿沒有 馬桿還貴貴的 雖然那個 有台都每個都在喊崩盤 但是還是貴貴的 這真的是可以比較接近啊 你買那個凱燕 人家看起來還是不像寶石捷 因為寶石捷在一般人的眼中啦 他還是必須得要什麼 滴滴啪啪的嘛 跑車型的 寶石捷好像感覺還是要這樣才叫寶石捷 所以你開一台這個出去 如果妹子不認識 可能還 也許還會被你 拐上車子啊 騙到嘛對不對 有機會嘛 尤其如果又是一個富二代開的話 機會又更大了 哦 有沒有道理 還是你不用開GOV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我沒有我不是富二代 你開GOV就可以了 你開GOV就可以了 我剛剛是不是想說這個車有一個故事 對啊 這車故事屌了 這台車齁 車主是一個飯店的哨動 是我們觀眾啊 是 車輛管理者跟我們接洽的 那為什麼會找我們你知道嗎 嗯 這個說來非常的巧 我們之前那個阿呆爾拍過影片 那個SL55 他看過我們那SL55的影片 他說那台車是他們的 真的喔 他說那台車是他們帶進來台灣 他們是第一手 那台車是他們在美國 跟一個農場主買的 Farmer啊 農夫嘛 但是農夫聽起來比較沒那麼有錢 農場主聽起來比較有錢 我在猜應該有別的單字 是在我們的詞彙以外的英文單字 因為你只講得出Farmer嘛 對 Farmer我想到的就是 他在那邊挖的吧 那我覺得他在美國開SL55 那麼新的時候的第一手車的人 他應該不是在那邊挖的吧 他可能開一台很大台的 前面有很多爪子的那種 噢噢噢噢那種有沒有 或者是開一台這樣過去 然後那個玉米有沒有 就殘起來 車一直開 然後玉米就一直跑到後面那種 好多公頃 他就開著那個車一直採收玉米 還有那個撒農藥是開飛機的 噢對呀 摟車弟那你有嗎 你說模仿那個喔 對啊 哇好啥就厲害了 你要不要去學一下 下次表演給大家看 我是學得很성이 什麼都要練習的啊 OK 好不好為了你的未來 要不然你每次出來 大家都叫你閉嘴 你受得了 你受得了 我是受不了 你為什麼要受不了 不行啊 我好好的一個員工 堂堂正正一表人才的 又是富二代被人家講成這樣 我怎麼受得了 要發奮圖強 臥心腸膽 臥冰球禮 臥冰在床 臥冰在床 精壯一點嘛 不要讓人家 滾開 攝影師滾開 好 那交給你啦 我剛為什麼講到這個 農場 他那台車呢 他們當初在美國 是他爸爸 大老闆當初第一手 在美國跟一個農場主買 SL55 後來 第二手賣掉以後 沒想到過了這麼多年 輾轉竟然流到我們手上 然後我們拍影片 他看到了 所以這次他這台車要賣 馬上就來找我們 所以你看這個多有緣 他說他看到了 當下他忙就認真了 5500cc 那個 把阿代Rub再放一次 蠻有緣分的啦 他就是當初有看到這個SL55 然後他也蠻懷念的 也是他們從美國帶回來的 所以我55當初帶回來是美國的二手車啦 那這一台他是美國的新車 他帶回來 因為他們飯店在美國也有 台灣也有 他現在賣掉 因為他們要回美國 那相信這個價錢呢 應該七七八八啦 哨咚對不對 跟怡萍一樣嘛 怡萍也很好相處 怡萍你應該不會跟我計較那個 百八十塊吧 應該不會吧 我 這個一台車對他們來講 應該是百八十塊 不要說百八十塊 可能是八元十元而已 百八十塊你也OK吧 你可以吧 你可以吧 你啦 百八十塊呢 百八十你可以吧 我可以嗎 你這樣觀眾會討厭你喔 要就把梗接起來 不然你就不要接 不要想要那個嘛 拋棄到富二代這個稱號嘛 你總是要有個人設對不對 喔 對啊 你看泰山以前的人設是菊花抬高對不對 人家也沒怎樣啊 也是 彩虹小馬 Rainbow 泰山人家還不是過得好好的 他又怎樣嗎 只是現在不太跟你講話而已 再也不相信人了 就跟我一樣 我現在孤車都要站在一個懷疑的角度 欸 哇 你跟我講說你美國帶回來就真的 不然你靠電話郭台銘嘛 看你小才相 不然你靠劉德華啊 譬如說嘛 證明一下嘛 你講的就是 我跟你講 我現在都要採取懷疑的態度 客人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 欸你說你美國買新車 又美國買新車 會不會美國 欸 其實我們有報價了 沒有我是覺得說是這個樣子 依照我們的經驗 有點實力的人 賣車通常都不用太複雜 賣車會太複雜 計較五千 一萬兩萬 沒什麼實力的 下一個標籤 一定的啊 會在那邊跟你花時間 在那邊阿嬤阿爸 對不對 本來講好隔天漲一萬 賣別人啊 有沒有可能 欸 很敏感 一定有嘛 有嗎 有敏感嗎 我們有發生過這個事嗎 類似 有哦 有吧 你最清楚了 沒有啊 沒有 我們沒有在議職任何人耶 我們也沒有啊 沒有 舉例而已 絕對不可能啊 我們的客人都那麼好 笑得你發寒啊 我先去跟客人溝通一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欸 剛沒有看碟盤耶 我看它一圈一圈的 覺得怪怪的 那是否 有一點點耶 好啦 現在看也來不及了 蛤 逆驚那個喔 我拚了 七七八八廢話 這個車其實早就講得差不多才開來啦 我一定以為耶 搞定了啦 這個2010年的拳擊手 巴斯特嗎 最後到時候進一個 這不知道可以賣多少錢 隨便啦 我看它車頭漂亮漂亮帥帥的 又有這個緣分 對不對 S55的閒車主 有啦 它有跟我講哪個飯店 人家有嗆飯店名稱出來 那你有嚇到 真的 有飯店 沒有 我不認識幾間飯店 我不好意思 呵呵呵呵呵 這個 真的是比較好處理啦 其實講實在應該也大概比過價錢 先前電話中就已經了解過 所以今天來只是確認一下 車況而已 大家辦事都是 以簡單為主 所以我比較喜歡 跟這樣子的客戶做生意 真的 我這樣子好像推翻了 以前的很多客人齁 基本上從以前到現在 有跟我們交易過的客人 我都很喜歡 沒交易成功的 我都不喜歡 你轉回來了 呵呵呵 成交就是有緣啦 不要搶球好不好 不要勉強 那最後我們就成交了啦 那基本上這車呢 我也是第一次買耶 這第一次買啊 我還沒買過這一代的 我只有買過舊款 這一代的 我大概有時候買過那個 那個什麼凱門 那時候買過凱門而已 回來玩玩 別人玩新車 我們就玩二手車 越買越新嘛 下一次我們就可以買到 更新款了 現在好不容易從05年 進步到10年了 下一次就15年 18年 20年 那時候我們的年份也更 我可能68歲 68歲的時候 然後買2020這樣 對 呵呵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超級感謝辣滿 下次見啦大家 好 快 你就好 來 快 快 快 水材 哦 这个紧续这踩 Follow operating in situation for electric soft-top can be operated up to 50km per hour 他應該是在說開篷 時速要在這個50以下 要不然他就lock 小卡 喝水小卡 飲水500CG 放在那邊 警察先生 我這電動車沒有引擎 怎麼可能噪音太大 人亂檢舉的啦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